字書有圖的部分,其實比較簡單 就是只是插入圖,然後旋律要一樣 其他我建議啦,我的習慣是乾脆自己加好了 因為你錄下來的東西基本上不能用 不是不能用,很難用 你怕要改真的蠻難改的 所以我乾脆先給一個基本的 然後呢,我自己再從這個地方去加 包含就是加上那個Lab跟Top 這個是它的位置 然後WIS跟HIGH者是它的寬跟它的高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以後你要做什麼圖放在哪裡 其實都是OK的 那最後的話,當然還有其他地方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當然我先插入樞紐表 然後再插入樞紐表,這個也不能顛倒的 你一定要先有樞紐表才能樞紐圖 這個是一個前後關係的 那最後的話呢,如果希望把這個上面的圖表標題 也能夠把它怎麼樣,把它換一下 那當然呢,你入制的時候也可以選啦 不過我是建議啦,你乾脆用一個物件來敘述 我覺得比較簡單 這個的話,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5頁 這邊的話呢,第二個項目有沒有 修改標題名稱與字型 還有取消圖利 不過有的時候圖利會出現 像剛剛我們這個地方圖利 預設好像是有出現的 不過有時候好像它又不見啦 不過不管 假如說呢,我希望它永遠不要出現的話 那你可以讓它增加一個敘述 就是把目前的這個Leggen把它關掉 所以呢,我們的程式在雲端的第15頁這邊有啦 所以你待會可以,乾脆拿這個當範本 也就是說呢,把第2跟第3 這個兩段程式把它複製一下 放到剛剛的這個畫圖的下方就可以了 所以把它貼到貼到這個 有沒有,這兩行的下面 那上面其實是1啦 所以其他你把它自己加上註解好了 所以上面這個 這個這兩行的話 實際上就是新增折現圖 OK,所以第一是新增折現圖 然後第二的話呢 實際上我們就什麼 增加那個就是 chart title 實際上就是那個圖表的標題 那我在這邊的話 加上總共有四個屬性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名稱 叫歷年切到折現圖 然後顏色的話呢 就是叫phone color 它的顏色RGB的話呢 就是紅色全部 其他都沒有 表示說這個是紅色啦 OK,RGB 就是設定顏色就紅色 然後size的話呢 就是20號次 再來的話呢 這個初體的話 等於1啦 1的話其實就等於true啦 你打true跟打1都可以 當然打1比較簡單 所以我習慣打1 然後底下這個地方 3的話呢 是取消 取消什麼? 取消圖力 也就是說等於0的話 也是等於false 如果把... 那怎麼把它關掉啦 其實就是有一個屬性 叫has-legend legend的話就是圖力啦 那has的話 滿直白的 has有沒有 有沒有legend 有沒有圖力 等於沒有的話呢 那就是沒有的意思啦 或者你打force也可以啦 這邊其實你打一個force 等於force 等於force 跟等於0是一樣啦 當然啦 如果要是你的話 當然我是習慣打個0 0的話當然比較簡單 1的話是true 0的話是force 好 那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來 把這個地方 執行一下 所以一樣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然後再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先run這個 所以這個的話是樞紐表 run一下 有個表 好 然後在樞紐圖 有個圖出現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歷年切到折線 出現了 有沒有 它的文字是這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它的什麼呢 我剛剛主要設定四個 然後顏色的話呢 是紅色 字的大小20 出體字有 OK 至於其他如果你假設要改的話 你可以再自己修改一下 包含顏色 那你說顏色怎麼改 25500 那如果你不會改 最簡單的方法 由七桶這邊 其他色彩 如果你要改別的顏色的話 比如說你要改 隨便好了 這個顏色 字D 這邊就R G B 那你如果把它調 這個顏色填上去 就會是得到這樣的顏色 不過應該一般不會太花俏 所以我剛剛只選一個標準色 就紅色 紅色應該這個 有沒有 2500 OK 然後呢 Legend也沒有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希望 可以不要這麼麻煩嗎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一次就把這個跟這個同時執行 那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最後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兩個 全部都 或許 底下也許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SUB 把這兩個同時執行的話 那我們可以什麼 再加一個SUB 名稱叫 要例年切到折線圖 ENTER 他會自己產生一個SUB 然後呢 我們就告訴他說 你先執行那個樞紐表 再執行樞紐圖 那這裡的話當然 你可以把這個 樞紐表有沒有 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那前面加一個叫做CALL 意思就是說 你先幫我執行樞紐表 再幫我什麼 執行樞紐圖 所以這邊的話 也許CALL一下 那這邊加一個樞紐圖 好 這樣的話呢 兩個 就二合為一了 OK 所以喔 不過還是要防呆啦 目前我們沒有防呆 因為如果假設 你要新增之前 要先確定 有沒有 如果有 那就不要新增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工作表名稱 不能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會發生錯誤 但是我目前沒有加防呆 所以要怎麼防呆 剛剛不是講過 所以你如果要加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先檢查一下 有沒有一個工作表名稱 是這個 如果有就不要 OK 把它先刪掉一下 手動先刪一下 好 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執行它 所以在劇集裡面也可以執行 這邊不是有一個 例年切到折線圖 或者是說啦 乾脆這樣好了 我在這邊加一個按鈕好了 剛剛有講過加按鈕嘛 你就拿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貼過來 重新指定它 它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OK的 按一下 這個OK 這個也OK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把兩個呢 結合在一起